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29日12点到晚上7点 就是MIHK的美食开放日 欢迎大家到时来参观 上来买点食物 已经有很多食物已经准备了 如果之前上来的 今次上来会发觉我们的基地又不同了 因为我们已经设计了很多不同的货架 我们将来有点转型 要靠网购买东西赚钱 越来越来越担心 我们真的价钱便宜 人人超市买几百元跟纳掌 我们买100、200元还有本地制作 算吧 你来过知道我们买的东西 我们真的选择过 而且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商号 都可以借助我们的平台做生意 还有扩阔他们的业务各方面的东西 对啊 又不用挨贵租 又不用给相架费 对啊 当日我们现在有 再没有说过 有酒客私人 他在家里卖生果 对啊 那天会有很多很漂亮的 在日本空运过来的生果 用很便宜的价钱去卖 其中有一样是什么 有些菩提子 还有一些南美洲 应该有些南美洲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 其实是什么东西 是黄色的 好像火龙戴去黄色 Joanne就是大甲面 大甲蟹 黑桥牌 有一些冻玉 买酒更加不要走鸡 用很便宜的价钱 可以买很多不同的酒 游戏酒和威士忌 还有很多喝喝吃吃的东西 然后30号又是老仙的网聚 是 你们真的不是几乎 也不是的 多谢大家访词 还有位子 还可以来的 两天连续两天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玩 好了 说完了吃吃 现在说回船上的景况 说回一些会反胃的东西 西安豪就很不开胃了 是 麦里浩那时候的报纸是怎样形容上找到的尸体 是像猪皮一样 像是吃烧肉般烤一块 轻轻 沒有變成碳 有些都黏在欄杆上 有些都攬住了一柱 會不會是碳 分不開 是焦炭 焦炭和碳是有分別的 全通了 焦炭是亮身的模式 發亮的燒動 很恐怖 即是霧露一樣的燒動 是的 他們是怎樣燒發呢 那時候基本上走不了 其實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燒到那麼久就停電了 裡面的黑媽媽 然後完全是煙在走廊裡面 是扯封的 是封閉眼睛是看不到東西的 然後是無法呼吸 火也會燒過來 唯有抱著扔死 或者是一家大小 或者剛剛有個寡母婆 帶著三四個小孩 根本走不及 有沒有男人在 唯有抱著小孩 最慘的是 可能平價倉全部在下面 在大倉位 幫不宅佬 平時找不到出口 你還要火燭 剛才我們看到有一張照片 旅客是逐逐登上船上的 全都適合了 你看到一位矮 超載 超載也很重要 你看到整隻船 是死了四百多人 是 那隻船不是很大隻 是 大隻比先升少人少少 那時候搭船 也不怪得去的 你也知道 你有九龍過來 有香港過來 新界出來搭船 既然船期又不多 船期又不多 那這艘船就搭 你一早上船 睡一晚第二天開 你不糟糕 你迫著你是這樣的 你知道他六點鐘開 你哪裏趕得切 六七點就開船 你趕不切 一定會在那裏睡一晚 一定會有這些災難 但照計那時候 會不會分開等級呢 一定有 英國人怎麼會沒有 收貴一點 有大艙 有大艙 有私人艙 一定會分開 一定有 唉 真是大膽 真是死了那麼多人 你想想船是燒到通頂 是 像火爐一樣 雞龍環是否真的在華富邨 華貴 華貴 搬過的 搬去黃合石 之前華貴村就是在寶灣對落 寶灣過了一點 又未到香港仔 就是在寶灣前一點 是 那裏 是 那裏 應該有幾萬 是香港私人夜晚 為何會搬到這麼多東西 扔到那裏 那裏是發展的 又整華富邨 以前他未開始 四多年的時候 那裏是否沒有人來 那裏有很多墳墓 那裏是 其實鴨利洲 那裏全部是墳頭 以前他們做的 日本人殺人就丟到那裏 以前是很格涉的 南區 是吧 你是後期開山砍石才去路 即是在香港背面也不去 沒有香港仔 沒有香港仔隧道 很慘 在那裏找人巴士 早上班 甚至深江盲人院下車 一直走走走走走 快要過了香港大學 然後就上巴士進去 記得嗎 只是一條路 那裏很格涉 要麼你 他那時人是如果去裏 要逛上南網山那邊走 南網山身好扯 對 他要麼就趕快回頭 Heather 王瀝聰 潘南道 南部 不是很多車 登到那些斜路 巴士也很難 很窄 巴士 ship 被 fire 永远 צ 你去巴士吧 鬼散的聲音 但當然不行 我們再說一些事 大家可能會覺得 坐船走馬三分險 但想不想到以前坐船的深水埗 行船跑馬三分險是說行船佬 不是說坐船 你坐船沒想到這麼危險 坐船是否敢搭一幕 但想不想到是坐船過海 坐船過海大家會想想 如果你坐天星小林 你坐船過海 是會被人打劫 是不會的 現在的船是被人打劫去澳門 被人打劫去 真是瘋狂的 有試過在1932年 有很多賊 那些是不需要海盜 其實算是海盜 那是海盜 1925年 想著被人打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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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個逐個下數 被英國海軍捕回 逃脫的 但童年是窮 又來多單 甚至乎是 即是坐船過深水埗 即是坐船過深水埗 即是中環過深水埗 要是上環過深水埗 只有兩個站 他扮乘客突然拔架出來打劫 打劫 半個小時 沒有現在這麼窄 那時候很長 他要劫很多鑊才夠錢 九嶺搭船 一毫子 他不是打算搭你上的錢 要劫人上的錢 要取贖金 其實有很多單 35年又一禍 要你劫上的老爸一定不贖 這次遠一點就省一點 可能深水埗太近 之後35年那單 就是中環去荃灣 遠一點 但問題是荃灣應該不會有錢 有船去荃灣嗎 有 很久了 荃灣碼頭 但我想都想不到 杜凱琳怎麼駛去澳門 是的 你夠不夠飲 沒有 他也是扮乘客上船 好像看電影的橋段 這次聰明不飆心 直接拿錢去船 拿完錢就走了 他真的不夠油 你夠不夠油 對 你精氣什麼都好 應該不夠 他那時候如果是一幾二幾年 但這件事很厲害 去荃灣這件事 他夾了一艘船 繞了一個大盤灣的荒島 大盤灣動員 車也去大盤灣 他在荃灣一邊繞過整個圍港 然後再上大盤灣繞過西貢 對 很意圍 對 很重要 但那時候的夜船應該很安靜 你喊救命應該沒有人聽到 是嗎 你喊救命今天在海中心喊上船 但我也相信 你不搭船過海 你不是搭飛機過美國 沒有吃那些尺 其實是燒煤的 燒煤的 燒煤是耐燒的 燒煤會耐燒煤 你用一把青黃魚 你能否搭 不是 全都搭 你不搭 船不會每一天入油 那些煤當然是放在那裡 整個星期換一次 夠一天用 不會放那麼少 應該不會放那麼少 其實很多人都會教你怎樣上船 其實那些賊都很喜歡打劫這些船 上船困獸鬥 不能離開 我們肯定跳下海 是 但很明顯他們 拿的錢應該不會太多 不會太多 拿手錶 但是這些做得海盜的 走就走 不過以前的人 不是很多人會游泳 其實西安倫很多 想著岸邊跳下水 都游不到上岸浸死 黑警在這出現 小可 稀嚇 今天這麼挫蕩 黑警不用洗手 黑警是行船跑馬三不興的 是水警 這句口頭 這個打招呼都很少人說 這麼挫蕩 沒有人懂得解 你的節目適合 沒有人懂得解 什麼叫挫蕩 什麼解救 你今天把挫蕩說出來 你這麼挫蕩 Anyway 我們又談談這件事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個案 就是關於打風事 這件事真是誇張 整艘船是催淋的 是 是 老仙 我們剛才也有講過打風時的狼狽 是 你記不記得 你遇過最厲害的風球是哪一個 有很多個 是說你的印象深刻的 第一個已經見到溫代 溫代 整個車丟在船上 溫代 船都靠過來 車子吹得很亂 是 油街還是 不知是清風街還是哪裏 德國有一張照片 車子吹得很亂 有很多雨災 你看到屋頂 哇 天派的屋頂 怎樣 好像悲哩 車子 我很小時候 走出門口 被媽媽抓進去 出不了門口 風是未到的 很熱 熱得很厲害 那裏連坑渠也會漲 以前深水埗一定要做起碼二呎水閘 塗滿了銅油灰 防水 上環一定是水閘 現在去水很差 上環也是 這幾年才搞定了 還有海水倒灌 現在才弄大去水 那時候很誇張 那些海森 浸泡了 海森 那麥哥呢 我也很小 你戴了甲子 很小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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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客戴老闆 哈哈 不行 沒有啦 麥哥 趕來聽 怎麼記得這麼小時候 但你應該六幾年的時候去見 溫代 你想一下名字不再用 你想一下風多厲害 現在全都轉了 不會再用這個人的名字 就算重座風球 因為如果災難太厲害 死得人不准再用那個名字 這些東西重庸再用 但如果太厲害 就不會再用 我記得我記憶 我記憶就是 在我年輕時 一個叫河背 用男人的名字 河背 河背也是厲害 還有那次是怎樣的 那次是怎樣的 有一次打風是怎樣的 風球是怎樣的 不知道8日還是19日還是10日 吹了過來 走完之後 跟著 鬥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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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是放兩天的 是 有些水佬說 通常風是怎樣形成的 就是在菲律賓以東太平洋 然後形成低氣壓 就橫過呂宋島 接著在香港 進入800里範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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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在我們前面 一個就是菲律賓州 這個就是台灣 台灣很可憐 下方上去吃正 上去台灣吃正 下方上去菲律賓吃正 以前台灣是沒有那麼容易吃正的 是嗎 以前沒有那麼容易吃 以前不是的 總之一聽到 雷尚島有風吹 就來香港 很快來香港 現在不知道太平洋的海水溫度 高低了兩度 跌了兩度 去到台灣 真可憐 無論如何 我們先說回一個正題 這個案子其實是在1971年 有時候有老友記 桂正雄已經說了 是佛山輪 那時候其實有天文台 天文有衛星 各方面的東西 沒有衛星 沒有衛星 1971年已經已經準確了 星星是流行的球就是鋪風 一人靠飛機飛上去 飛上去看風 美國貨偵察機 圍魚跟著去看 是 升上去看 在那個時候已經知道是很嚴重的 是 那艘船其實已經是鋪了去大嶼山 按船洲 對 按船洲避 避風 避風 按船洲飛上去大嶼山 很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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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肥仔 麻煩你先播一播 粵語彈片的影片 給大家看一隻佛山輪 未尋船之前的外觀 是怎樣的 我這個錯過 好 佛山輪 再見 順風 順風 小姐 我到處找你 你來這裡幹甚麼 幹甚麼沒有 是否想和姑姐管我 我不是管你 姑姐見你這麼久都不回去 就抓著我來罵了 好心回去吧 是呀 整天都姑姐姑姐 我不回去 我去洪門 小姐 啟工 我也跟你去洪門走 好呀 明天你爸爸生日 你怎麼去呢 我不管那麼多 等我 小姐呀 小姐 小姐 你真的去呀 快點 小姐呀 小姐 小姐呀 唉呀 真是被你驚死了 這艘 這艘是否有多好 記著記著坐大艘 臭到很糟糕 我們先看看路線 坐這艘船是怎樣的 也要十幾元 這艘船很舊 不記得了幾天 我不記得了 澳門那些全是用山字的 佛山、廬山、藍山、松山 還有一隻不是的 那隻是沉的 打風沉的 澳門號 我又坐過 但我忘記了哪一隻 我坐過大船 剛才有一個先字 佛者 一個遠鏡很短 他好像佛山 這艘不是停港 不是停在哪裏 不是停在身口岸 停到那裏十六號碼頭 即是十六部賭場對出那裏 以前是碼頭 現在是Darling1的地方 差不多 現在是Darling1搬進去那裏 剛才撿了一兩年那間 德縣附近 他真是舊到 連最舊的廣告碼頭還未建 以前是那些爛鬼木屋 很矮的 以前那個 那時候 菇利也是一包一包捧上岸 在那塊木板上 那時的碼頭沒有欄杆 很危險 隨時滴下去 有一點欄杆 扔車輪 不要滴下去 有一點沒有 那你以前那些年輕人 不敢走出去 打得很糟糕 我想問一件事 這些船只會坐人 會否像剛才那隻西安浩 有人有載貨 有載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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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多 十幾件 應該他都會托運 即是有些行李 有行李機 拳王 他不是火輪 是行柴油 不要扮白糖 白糖不是那麼容易 你是代糖 那些不是叫火輪 好 這艘船就是去廣州 是吧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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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真的糟糕了 我們要講講事件的狼狼 起碼是回來節奈討論 整件事 好 播完影片給大家看看 不知道大家聽過 這個強烈台風 路斯 Taifun Rose 這個國際編號 是7-1-2-1 沒有 Rose 就是1971年太平洋 颱風風季中一個熱帶氣旋 亦是二戰大戰後 吹襲香港最強的颱風之一 路斯 屬於中心風力緊密 而強勁的颱風 被稱為 珠魚系統 Widget system 由於香港西南面的水域較多 地形的屏障亦都比較少 路斯環境 市區的風力可以迅速增強 而對維多利亞港的船隻 相對造成很嚴重和破壞性的影響 在1971年8月16日 颱風路斯催襲香港 當時的天文台掛了10號風琴 有38年船齡的黑輪 佛山號 廣為人知的 叫做佛山輪 正由香港開往澳門 由於受到颱風的影響 佛山輪無法繼續他的行程 行走廣澳的佛山輪抵港落轄之後 就不能再開往去澳門了 部分船員決定上岸避風 其餘的船員 隨著這隻佛山輪 就駛往昂船洲對開的海面 拋撓避風 而船上余下的所有工作人員 也必須隨船出海避難 但是去到17號凌晨2點多 巨風就扯斷了佛山輪的矛簾 輪船開始在海面上漂流 據說佛山輪曾經發動了機器頂峰含駛 去企圖脫離險境 但也無際於事 而佛山輪漂流至青衣島對開的 吸水門附近的海面的時間 它曾經兩次與不知名的輪船發生了碰撞 最後在大嶼山的東北角爬頭谷 對出海面被風吹回沉沒 佛山輪在海面掙扎時 曾經多次發出這個求救的訊號 但由於當時的海面情勢險惡 沒有船可以前往救援 最後佛山輪在大嶼山東北的 爬頭谷對外的約四百尺的海域裡 被大風吹回沉沒 造成88個人的死亡 只有四名人士逃過今次的死神召喚 在二次大戰裡 之後死亡的香港人數最多的海難 當時佛山輪開去昂船州避風的一撒那 佛山輪湖上有一名為打針的護士 突然醒起自己的孫兒子 剛剛出生了幾天 她很想去醫院探望她新出生的孫兒子 和希望送薑醋給她的媳婦 當船上的甲板已經開始拉動的時候 那名護士馬上衝到她的碼頭 回身和她的好友Say Goodbye 誰知這一別就竟成永厥 剎那的一念令她避開了一劫 深夜電台傳來佛山輪沉沒的消息 嚇到這名護士高呼多謝她的孫兒子出生 救了她一命 而路斯集港期間 一共造成110人的死亡 286人的受傷 50人失蹤 和5644人的無關害歸 是香港史上第六死的人多的風災 也是二次大戰之後 至今香港造成超過100人死亡的 兩次風災之一的其中一次 死亡人數僅次1962年的曼達 也是唯一一個直接登陸廣州的颱風 今天我們的離島長洲 仍然有超渡佛山輪亡靈的儀式 長洲今天的人口超過3萬人 一片繁盛的景象 而且成為香港的旅遊勝地 但適年是一個漁港 會遇到極大的天災 例如颱風襲港 岸邊死傷沈殖 因此每年踏入農曆的七月 長洲都要舉行漁蘭勝會 制製一些水難的亡靈 並且祈求長洲水壁安寧 長洲的渡輪碼頭旁邊 一定會架設一個水優的法壇 多名由青年時期 就開始參與這個聖會的中年人 或長者的居民 必恭必敬地進行制製 其中重要儀式 就是將紙紮的大輪船放在海面 而超渡45年前 發生在大嶼山東北角的佛山輪 海難中的88名亡魂 而超渡佛山輪的海難死者 亦是重點的儀式 而經營了港澳兩地客輪業務的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有限公司 為了超渡佛山號的死者 他們每年都會贊助這個城會 直理會會訂製一個外形 好似佛山號的兩層高的紙紮大輪船 並在儀式中放在海面中 超渡亡靈 而這個儀式據稱最少有十幾二十年的歷史 好 回來 我很不明白 即是西門慶作為一個水景 他為何可以 懂得救火 他要學的 還有救車在上面 不是要學 他不是說船裏的機房 是 講講剛才寫錯字的一段片 是的 那個佛字是單記癮的 不是佛 寫著一個佛 寫著一個佛 仿佛 是的 我回答一下Gary 我們這段時間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軟件在星華方面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們也可能要到週末 我們只可以有時間去做一些很大的維修 可能一分鐘是整個軟件要剷 重新再安裝上去 可能是最近YouTube的伺服 亦都出現了一些事 變成我們現在都是調查當中 這個我們是明白的 就是這個星華不同步 這件事都繁擾了一段時間 特製自協 但希望你相信 我們可以盡快解決得到 好了 先講講這個案 有一件事大家都不會明白 為何拋留在海中 這麼大水噸的船油巡 為何都可以吹斷一條毛鏈 這條毛鏈應該是問題 應該是太舊的 其實佛山輪是準備走多久 便會退役 其實四十年左右 對 這隻船是準備退役 舊關鍵是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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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舊關鍵 百鍊 千取的可能是舊關鍵幾年 不是的 舊關鍵時用不生手 可能是舊關鍵的 其實很少會拋個鑊 很少拋鑊 那條舊關鍵可能幾十年都沒有用 真的 而且他那位置 其實怎樣說 不是真的一個避風塘 海岸 海岸也很辛苦 叫向岸邊拋鑊 拋到鑊也不會是岸邊 你不會在維多利亞中間 拋到鑊也多 多不夠放進去 那是怎樣足夠的 沒有足夠的 其實那時候 你打風還要吹得正 基本上 你跟隨水流 在昂旋洲的話 你吹那個是 甚麼 昂旋洲西邊 九龍西那邊 九龍西那邊 海水根本是湧進去 湧進去吸水門 所以水流會很急 是呀 經過那裡入南巴納海峽 是呀 從那裡湧進去 由經過那裡去 那巴納海峽即是現在的 塔利灣 是呀 在那裡引進去 而南巴納海峽就是吸水門 我也想問 作為一個人之環 有同學問你 如果大風浪 打風了 我們有郵輪 埋在港 我現在怎樣去避風 大郵輪是怎樣 大郵輪 那一隻避風是船整隻洗走的 直接洗走 不會在那裡吸風 離開 離開 洗走的風 避開的風 避得就避 出海避風 即是反方向 反方向或者去避開的風向 或者附近 總之它不會被它硬吃 即是不會明知道 你吹正我們 我們特地 不會拋留在那裡 等你捱過了才走 它們會直接出海 美國人是不一樣的 是 而且它最慘的 最重要的是 你拋了牢 當然是關掉引擎 打算安全 當然是關掉引擎 否則你正在走 還可以不斷擺頭 頂著那些浪 如果你放在那裡 進去 其實如果它真的正在走 它未必會這樣大 是 頂著那些浪 可以擺船 那些船很浪 那些船很矮 很矮 很矮 它應該會灌到 有水灌進去 而且剛才的船 你見到它 傾斜之後 它的殘骸 其實都很脫皮脫骨 脫皮 嚴重 它的構築都開始 因為不是在岸上的鐵 在海上 長期的風吹雨打 山秀 脆弱 即是金屬疲勞 你搭過松山輪 你就明白 佛山有多殘 不是 松山和佛山差不多殘 它的船應該是 一邊吹一邊 吹一邊 金屬叫 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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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說船 後來是拖回西環 慢慢的 在對外 為什麼拖回西環 應該是把死屍運回去 運回去西環碼頭 死屍還在船上 有些是卡住 在裡面 運回去 所以很恐怖 如果你有看過 那套很久以前的 那套鬼船 最近一開 那些東西已經被拖回 已經拖回西環 那些死屍在一個船上 那些水經也不知如何 他還沒試過 直接找一個 你也看到他拖回來 找一支勾捞鏈 勾在那些 勾在那些 後來那些水上人 看不到 幫忙 幫忙 其實他等於風平亡情 通過兩天 你設定好一堆 拖牠回來又一天 其實夏天應該也高溫 都說家人都認不出你 他說有些樣子是認不出 那個人是幸運的 做護士沒有下船 我和屋主的媽媽有個同事 有個朋友就幸運 剛剛補到飛下去 坐了這個位置 他在澳門開過來 以前真的很愚蠢 三個風球我趕快走 趕快回家 就回家 不知道三個多小時 三四個小時 那個風可以馬上由三號變到八號 在澳門趕船回香港 以前還不太貴 但又是這隻嗎 澳門回來香港沒事 誰啊 澳門回香港沒事 那時候他沒有上船 他在裡面 懂得跟別人 他上了船就沒問題 他出去了安全州 他跟著船出去 因為你上岸沒有地方住 那你又上岸 又不想給酒店錢 那時候是否上船睡一晚 是很普通的事 很普通的 以前很流行的 晚上上船 有那些是唐餐樓 有得睡的 其實澳門去香港 或香港去澳門 以前都挺危險的 現在就很久去拋樓 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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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你以前搭船過澳門 三號也很厲害 那些浪機已經拋到 那時候的大損又叫唐餐樓 也叫飛機位 不是可以打飛機的 好像坐飛機 坐得舒服一點 那些唐餐樓有一張床給他睡 就臭了 死人消毒藥水 接著佛山更糟糕 有坐位 唐餐樓 接著有大倉 大倉真的是一個倉 那些機器上面有一些橫木板 坐在那裡 臭得很糟糕 旁邊有一個吳山秀的運船 那些機位也臭 那些小朋友很臭 真的在一個倉下面坐 那些便宜 很吵 習天星也是 你坐下面那層很臭 是啊 無論如何 真是 想起都很害怕 很痛苦 我又要回答洪先生 叫得台風就沒得頂 給你聽 台風就很糟糕 超過812公里 風速就叫了台風 你怎麼頂 潛艇就行了 你潛下去 那些海洋是更危險的 你在海洋那裡 你潛艇其實也更危險 潛艇沒有招石沒有事 沒有招石沒有事 但是他不怕沉 他本身潛不可以 其實試了幾次 那時候臨打風就見到 那些戰艦馬上車出海 當然是撕 他拋了飛機到海怎麼辦 你在岸上 你打風不知有什麼事 人家撞過來 你死定借一些椅 是啊 那些東西這麼值錢的時候 但是航空母艦裡面多貴 紛紛引人戰機 有幾架在那裡 那他一定會收到倉 不會放上架 你收到倉就沉 沉就糟糕了 沒有航空母艦值多少錢 還有那批機師 多少錢 訓練一個 沒有機器也沒有所謂 訓練一個機師 不知道有多少萬美金訓練 其實如果大家上網搜尋一下 那些片段 你要看到航空母艦打風的時候 就好像坐海盜船 很恐怖 是 辛苦錢 辛苦錢 不要擔心 反正被人叫黑警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拿去脫脫衣服 咳咳 MIHKTV美食開放日又來了 10月29日 MIHK基地舉行 今次會加強氣碼 會有很多限量發售的海鮮和肉類 好像波士頓龍蝦尾 澳洲羊架 而且在晉升還會推出限量22元一隻 小蟹工大集蟹 限量是100隻 真是正到爆高 在10月26日之前 訂購了大集蟹禮合裝的族油 如果在那天開放日拿貨的話 還會有優惠 當然不少得精選的乾貨 日本威士忌 有喜清酒 還有一期一會的日本鮮榨果汁 只要是我們MIHKTV 低俗頻道 或者啤梨漫目的會員 就可以免費入場 如果未是我們的會員 可以即場登記 或者直接付30元入場費 想賣筍物記得早點到 10月29日下午12時見